大家好, 焦點視頻, 吳佩夫元祺術二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我們的吳佩夫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今集我就想講一個男神 就是謝霆鋒 講起謝霆鋒, 當然不外乎有幾件事即時會想起 當然就是他和王妃, 張柏芝 還有一個他很招牌的動作就是擲吉他 以前呢, 現在不再擲, 很少擲, 現在就煮食, 買曲奇餅 但是我覺得謝霆鋒在一個這麼年輕的年紀 他展開了他的娛樂事業 截至今時今日其實都是, 我相信都是很多人的偶像 或者都叫做是一個學習榜樣 所以我覺得我要請教師傅 究竟謝霆鋒為何是一個這麼特別的人 從八字去看, 霆鋒的八字本身來說 他叫做殺重生輕 七殺很重的名字 我看回他, 早年第一處雲 其實來講, 配合了他的格局 其實是重殺的 所以小時候已經是這麼出名了 他在一個演藝家庭裏面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但是來講, 十三歲開始他是家道中樂的 其實從運去看 十三歲之後 所以說他很早, 十三四歲就已經出道了 就是簽了一個電影公司 然後就出道 但是出道之後的運不是那麼好 其實來講 就是格局大 但是行的運不好 就是等於來講, 好像天事樂凡塵 正所謂 突然之間, 一個好好的公子哥兒 家裡來講, 叫做萬千寵愛 或者叫做不休吃不休住 突然之間, 可能來講 就會有一些壓力 生活壓力, 工作壓力